大的問號 亦都是有一些保留 帶著這個心態去見禮頓 但是我將我這個最大的問號 就化成了一系列的問題 因為一會兒下午我晚一點就會見他 當然我答應見他的時候 我是沒有開條件的 我可以在這裏跟大家很清晰地交代 我沒有開條件 因為作為一位議員 我們現在見到的就是缺了禮頓 也禮頓一直都沒有向公眾交代 而甚至港鐵都對禮頓沒有負 除了在一個報告 關於這個紅磡站的報告那裏 有提供或者是見過三位他的前線員工 對議員來說 始終這個我們說一個拼圖 是缺乏了一個部份的 也都是缺乏了一個版本 而禮頓在連番的一些沒有面對公眾的情況之下 願意開始約見傳媒 應該不說 願意開始約見議員 我都算是其中一個都跟得比較狠的其中一位民主派的議員 我覺得我都會盡我的能力 一向他發出一系列的提問 二也都會再一次要求 或者希望他可以考慮向公眾交代 更加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他回心轉移 能夠明早出席鐵路事宜小組 我自己很希望有多一個角度去看整件事 例如是甚麼呢 我具體給大家一些例子 因為我現在手上就是關於這個紅磡站的報告 在這個第八十 第三十幾頁 看看先 第三十五和三十六頁那裏 其實有兩個版本的 一個例如是甚麼呢 當然無論是潘 潘先生即是中科所有的證供 就已經剔除了在這裏出現 但其實禮頓在這裏的證供 都不是很多的 但我們已經看到有兩個版本了 因為禮頓就聲稱 就著這個剪鋼筋 他的英文說是no direct knowledge 即是沒有直接的了解 或者是沒有直接的知道 是有剪鋼筋 但是呢 范遜是直指禮頓去剪的 而潘先生即是中科 亦都說是禮頓去剪的 但是曾經如果大家記得 早前傳媒有報導 就是范遜的人穿著禮頓的衣服去剪的 即是其實無論在街上或者報告那裏 或者別人說的都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其實我自己覺得最缺的 究竟禮頓知多少 所以無論是在說哪個指使剪 究竟那部機器哪個提供 何時開始剪 剪了多少 為何要剪 又或者甚至是去到 關於交了多少文件等等 其實我是一系列的問題的 所以我會趁今天向禮頓去作出查詢 當然如果他開出一些我沒有預期的條件的話 包括譬如說要簽保密聲明 我想我就不會的了 亦都會即時離場 這個我之前都沒有特別交代 但是原因就是我相信大家去見面 大家都有一個基礎大家互相了解 但是如果要這樣簽保密聲明的話 我就覺得他其實都是信我不過 我亦都覺得無謂交談下去了 所以我在那個情況我就會離開的 所以我很希望 為何我在沒有條件之下我會答應呢 因為我其實沒有甚麼要隱瞞 亦都沒有甚麼要遮掩 但是既然傳媒向我查詢的話 我也都向大家直接這樣交代了 我是今天稍後時間我就會跟他見面的了 暫時未有變的 如果有變的話我亦都會通知大家 大概是這樣啦 當然我沒有認識 我沒有認識他們的態度 或是甚麼零件是在想的 但當然是一個很善良的公司 他們都應該知道 我們都在等待零件的回答 特別是我們都在等待零件的回答 他真正的回答 零件的回答 當然我會讀這個回答 我會在一起見零件的回答 但我會在一起見零件的回答 零件後,在一起 零件後,零件後 零件後來沒問題 零件後來有請零件後來 零件後來的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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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位是至少的一段課 法定人數不足 對抗議的問題 是否有問題 並不容易 答應這些問題 但希望他們會 持續抗議的討論 和可以說出 their story, as soon as possible. 反正你問一下, 你覺得私客變得了, 所以拒絕了, 但你也說, 是否不顧支持, 不實行特權法, 其實我都想交代一下, 又不是說有什麼私客, 因為我們會在一個, 大家不是關門, 在房間裡聊, 其實是一個大家市民, 都可以去得到的地方, 不過可能你要給錢, 這樣很簡單, 你可能去帶什麼, 你也要給錢, 你不可以直接坐不說話, 直接坐不就這樣光顧, 所以其實不是說, 關門很秘密的事情, 而且我沒有開什麼特別條件, 但我想我去到, 我亦都會讓他知道, 其實, 當然我們平時見官, 就有一個戶不引述的狀況, 但是因為這次, 都是涉及一些, 大家可能很關注的情況, 而且這些問題, 我是代表公眾問的, 所以, 他們的答案, 我會告訴他們, 我有機會會引述, 但如果他們不接受的話, 我都覺得無謂勉強的, 但我都會, 希望有個機會, 直接面對相關的人士, 而能夠再三向他, 即是, 再提出, 或者甚至是說服他, 希望他們真的盡早, 不要再躲起來, 希望可以盡早向傳媒, 以及向公眾交代, 也都要坦誠, 而且, 也都希望去回心轉, 而能夠明天參加這個會議, 當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我不知道, 我很直接就是, 我就答應了, 因為我覺得, 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的, 還是缺了一塊, 譬如說, 我自己本行, 我們看文件, 或者看一些資料, 我們始終, 我知道, 其實現在對禮頓, 可以說是, 我自己對禮頓是很大的保留, 也很大的猶疑, 但是, 始終我是很想有機會聽得到他, 由他親口說出來, 究竟他怎樣去解釋, 一連串的事件, 所以, 我在, 其實, 我沒有理會他們, 我聽說, 有些又說想帶熱音機, 我都沒有開這些條件, 我就直接答應了, 我覺得, 能夠面見面, 一個這樣的機會的話, 是很難得, 所以, 雖然我不知道最後, 會談多久, 甚至可能, 去到說不定, 就要走, 但是, 我都希望, 大家會珍惜這個機會, 亦都希望, 能夠再說服他, 可以出席, 立法會的會議, 怎麼看, 正面就是, 或者是, 支持立法會, 立法會的會議, 其實, 我不是很明白的, 我們一直都說, 譬如說, 特首有說, 根據這個, 香港法例第86章, 設立的這個調查委員會, 其實, 當然有他的權力, 但是, 其實, 用這個權力的特權法, 在立法會裏做, 其實, 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而且, 我相信, 如果, 根據, 昨天, 林鄭出席 答問大會的時候, 的資料, 我估計, 很可能, 在下個星期, 大概就會公佈, 他們的調查範圍, 其實, 我覺得, 第一, 我們權力及特權條例, 如果成立了一個, 專責委員會的話, 可以調查一些, 是, 這個, 就是, 那個叫調查委員會, 涉裂不到的範圍, 第二, 其實, 我始終都是覺得, 這個專責委員會, 在立法會的進行期間, 始終有一種不同的角色, 就是會更, 因為, 會議會直播的, 所以, 可以說, 是更加高度透明的, 當然, 在這個專責委員會, 進行期間, 記者們, 或者市民, 都可以去旁聽, 但是, 始終, 立法會的會議, 就有直播, 這個, 就會有少少的地方不同, 我解釋一下, 其實, 我也要講一講, 昨天, 在我的發言稿, 去支持, 毛孟靜議員, 用權力及德權條例, 去成立專責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 我解釋過, 關於, 我們公民黨, 原則上, 是支持, 田北俊議員, 在明天內會, 提出的那個動議, 但是, 我在這裡, 在這裡, 要指出, 田北辰議員的動議, 田北辰議員, 田北辰議員, 提出的動議的程序, 是有錯的, 我在這裡, 簡單講一講, 我的理解, 根據, 立法會裡面的事務委員會主席手冊的7.1段至7.5段, 其實, 我也有文件在這裡, 清楚, 就講了, 究竟, 是應該跟什麼程序, 根據, 如果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或者是, 小組委員會, 想被賦予這個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的權力的話, 首先, 是應該在委員會那裡作討論, 而獲得通過之後, 就由那個委員會的主席, 向內會, 其後在大會上討論之後, 看看能不能夠通過的, 而根據香港法例的, 這個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話, 這個7.1至7.5段, 清楚寫到沒有, 頂部是叫做傳召證人的權力的, 這裡全部列了那個程序的了, 根據這個權力及特權條例, 這個事務委員會的適義, 是包括小組委員會的, 但是最重要的, 就清楚看得到, 其實正如我所講, 就是剛才的程序要走過的, 但是我們的事務委員會, 或者這個小組委員會, 即鐵路士小組, 都未曾討論過, 關於這件事的, 所以真的未有一個endorsement, 甚至未通過一個motion, 未通過一個議案, 就讓這個主席去做, 這件事, 這類型的事情, 在回歸之後, 是從未發生過, 在立法局的年代, 是發生過兩次, 一次是1993年至94年期間, 就是由這個, 是關於這個, 徐家傑, 當時他還是這個, ICAC的職員, 當時就是, 在這個保安事務委員會, 討論完之後, 就由主席周梁淑儀議員, 就向這個內會, 再向大會提出的, 當時大會也有作討論, 周梁淑儀議員也有報告的, 我們也有Hansett在這裡, 但我們現在沒有帶下來, 接著第二次用的, 就是1995年, 就是查機場, 當時也是, 放了去一個事務委員會到的, 那個就是保安事務委員, 那個人力事務委員會, 就去查機場, 只是用過這兩次的, 之後其實就未擺過去, 事務委員會核下的小組委員, 小組委員會的, 所以情況是有少少不同, 這個就是我向大家, 講述我們了解的程序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做過研究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向我查詢的, 我相關的資料和文件, 都應該在那個袋裡, 不然都是在辦公室那裡。 沒有的, 其實那個挺有趣的, 其實就是禮頓約, 正如我剛才說的是公關公司, 他就說禮頓約見, 我基本上沒有問為什麼, 這個也是我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約我來見, 因為, 其實你問我, 禮頓約見的話, 照計都沒有什麼, 我從來沒有跟他有什麼聯絡的, 我也都不認識, 禮頓公司任何的職員, 完全都不認識, 在這個時刻打來, 當然都是關於, 我想起碼會講的沙中線, 我也沒有特別問他要做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行得正, 站得正, 我要做什麼, 我很清楚, 他要做什麼, 我就馬上問他, 讓他好好交代, 我覺得作為一個議員, 你說, 連來議都不講明, 我覺得都幾明顯是什麼, 關於什麼事, 但是, 我都希望, 顯示到我真的, 的誠意, 我真是很想知道, 在他那方面, 究竟他, 不公開交代的原因是什麼, 遲遲都沒有, 拒絕上去, 立法會的提供時, 少了個為什麼, 還有為什麼, 會開始約見議員, 又不肯做, 剛才我講的兩件事, 我其實, 會有一系列的問題問他, 希望他不要嫌我煩, 但是, 這個我相信, 可能記者們, 都會有這些, 類似的問題, 我會很, 很坦白地去問他, 我們都很希望, 他很真誠地回應, 謝謝, 謝謝,